看屋中你要做什麼事情 每一區超過50戶 你常常講嗎 如果說 什麼你想看中和板橋 因為兩個都很近對不對 每一區超過50戶都要看 你想看那個 到底是美術館好還是農食又好 每一區超過50戶 通通都看過 這個很重要 第二個 每戶都要查10燈找低價 這是要你訓練房價的手感 你要比房仲或建商更了解 區域的行情跌到哪裡升到哪裡 這件事非常的重要 好房網 帶你聰明買好房 想住哪就住哪 挑選理想區域 降多少幫你整理好 找出低於10架登陸好房 加LINE 請先看最新破盤價 您想要的房子都在 好房網 快加入聰明買好房 每一戶喔 你看得上這個社區 不管是中古還是新城屋 這個社區就要去找10燈 這個社區找10燈 你查了50區之後 你會發現 你對這一區的房價真的了弱之章 這時候誰出來你要怎麼砍價格 你就很知道該怎麼出家 第三個 學會找出每一戶 20個以上的缺點 沒有百分之百的房子 連我家也都不是100分 你看過我的書就知道了 我也沒有說我家是100分 我家頂桌只有85分而已 好 所以學會找出每一戶 至少20個以上的缺點 漸漸的磨練出你看房子的手感 這個我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你沒有辦法找一個專家 像我陪你去看 那不可能我沒有這個時間 那你找你媽去看 你媽也只會囉嗦而已 而且你媽看了也不見得懂 上一輩人真的不見得懂 會看房子耶 這種時候她可能買過很多房子 可是很多都買錯了 我真的看過很多 買豪宅的人都買錯房子 都不知道她怎麼買的 很恐怖你知道嗎 第四個自己製作比較 你看了50戶一定要做比較表 這你要自己學會做 這我教不了你 好 比較表上網都有找 網路上都有 你可以下載我的版本 或是別人的版本都有 第五個去品東西看家具 並且化裝潢品溫圖 升級了耶 我剛剛不是講IKEA嗎 IKEA它有尺寸 它是一個標準sample 它是一個標準版本的 它有一間一間的房子 套好告訴你說 你以後就買這一間就對了 就買那一間就對了 它告訴你在怎麼買一整間的房子 品東西不一樣 它是單品家具一個一個一個 包括一個床頭櫃或是衣展雙人沙發之類的 就是一個小東西 所以你看房子的時候 你要去品東西就知道 你要畫裝潢品面圖 跟確定好自己喜歡的裝潢風格 要畫裝潢品面圖喔 這是自己畫的喔 你要自己畫才能夠最後找到一個最理想的房子 這不是Trivago 這個是看房子的順序 一定要自己畫平面圖 你說我委託設計師叫我告訴你 設計師很多畫的都是很荒謬 就是好看但不好用 真的 設計師的功能是用一個好看的方式 但不見得會是好用的 除非你找很厲害的設計師 否則你只會被設計師 我看過真的很恐怖的設計師 那是什麼整個牆壁是紅色的 有點恐怖 但拍照超美 是個網美的房間 但是紅色的房間 紅色牆壁房間能睡嗎 我就想到就熱 第六個 住四星飯店 不是五星喔 四星以上的飯店 並留意床墊跟衛浴的品牌 床墊啊 因為呢 人生的第一間房子要買床墊 我很多房子 我很多朋友 買了房子 結果床弄錯了 像我弟弟就是 我要嘲笑他一下 他花了兩萬塊買了一個獨立桶的床 結果躺上去之後 腳麻痹了 就把那個獨立桶的那個床墊丟掉 沒辦法睡 沒辦法 不知道怎麼買嘛 人生第一次總是要被騙一下啊 那我人生第一張床是 我記得是三千塊的床墊 那時候只是 剛工作的時候沒有錢買三千塊 現在知道 三千塊的床墊應該是回收的床墊 有點恐怖啊 因為我睡下去大概兩個月 床就變波浪了 所以我覺得我那是回收的床墊 後來覺得 那時候不知道啊 然後睡著睡著常常覺得很癢 然後那個地板都有一些穴穴 不知道什麼東西 塵蟎或是裡面有一些蟲子啊 有點噁心啊 三千塊能夠多好床墊 不知道 人生都會被騙一下 所以你必須要 為什麼講四星以上 就像我知道我不能睡席夢思 席夢思我不能睡 CP值很高喔 怕死人 那就是回收的死人床墊啊 席夢思黑標 我告訴你 我不相信什麼黑標黃標什麼標的 席夢思在台灣是亂七八糟 你只能 如果你真的堅持要席夢思 你只能去百貨公司專櫃 如果你去其他房間那種大間 什麼牌子都賣的那些床 那都是合的 你懂什麼叫合的 就是他可能進口席夢思的床墊 席夢思的獨立頭 席夢思的什麼 然後最後台灣的工廠把它合起來 懂嗎 不是原裝的洗夢思 好我要講 不管洗夢思洗衣裏 不管洗什麼都好 洗廁所 你要去試用 你要去試坐 試躺 試躺 為什麼要試躺 就像我 這個是我現在睡的牌子 我沒有替他業配喔 叫德泰 為什麼選他呢 因為有一天我去那個芙蓉飯店 裡面有芙蓉飯店 他要 出差 然後呢 我就去高雄 高雄的芙蓉飯店 幫我訂一千多塊而已 房間很便宜 然後我就睡一睡一覺到天亮 我覺得這次我睡過最舒服的床了 比那個五星級飯店 比四季飯店還要好睡 你知道我睡過很多間四季飯店 我睡起來都受不了 都是腰痠背痛 然後我就掀開一看 四季飯店用的是喜夢思 喜夢思 然後呢 我睡到芙蓉飯店 一覺到天亮 所以我就打電話給這個飯店說 請問一下 你們的床墊是哪一家牌子的 喔 因為我已經偷看過了 那我再確認一下 他說德泰 好我就打電話給德泰說 我要買 你們那個高雄館的那個床墊 他說喔 那個就是飯店系列調整過什麼的 因為他們有調整過跟沒調整過 比較軟的跟比較硬的 的彈簧床墊 所以最後我睡了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好睡 你知道怎麼買了嗎 人生的第一張床墊 你也要可以靠你的睡變台灣的床墊 來確定它是什麼樣的東西 知道喔 德泰沒有比較好 我先講 德泰是一個很好的台灣廠商 那不見得適合你 不見得適合你 你適合什麼床墊 你必須用你的身體來告訴你 你懂我意思嗎 要用你的身體來告訴你 不是我來告訴你德泰好用喔 你怎麼睡都是康橋商旅 我告訴你 高雄弗肉才一千多塊 康橋商女也差不多價格 可是康橋商女你去犯一下那個床墊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床墊 要先起來看喔 有些人什麼長城啊 然後有些人喜歡什麼 每個牌子都有他睡的東西 所以不是洗夢思洗衣粒就適合你 你去百貨公司 你去那種床的世界 試躺一下沒有用啦 試躺不能夠決定這個床好不好睡 知道齁 不用碎片全台灣James 那個太誇張了 可是很多人都碎片全世界 我是碎片全世界 我才確定知道我能夠睡什麼 我們這種 我們這種爛身體不能睡席夢思 有點辛苦 洗衣粒也沒辦法睡 睡洗衣粒隔天起來也是全身腰痠被痛 所以如果有人喜歡韓碧樓的床真好 麻煩你先起來看一下 因為韓碧樓我記得有換過兩次床 他現在用的不是第一次的床 先開來看那個什麼 來決定 這是看房子的時候 你先決定好這件事情 不要到時候買了房子 再來不及買床 床亂買之類的 這個床非常的重要 不要試躺 請你試睡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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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